肚子里面有气,总是觉得腹胀难受 两个忠诚药来帮你排除闷气,一声畅通 肚子里面有气,腹胀难受呢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消化问题 最近呢,很多粉丝也反馈这个问题 像这种情况呢,大多是由于饮食不当啊 压力大呀,紧张啊,造成的 大家好,我是王一生 本期视频中呢,我们将介绍两个忠诚药 它可以帮你排除肚子里面的闷气 缓解腹胀难受的情况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气 这个气啊,在我们中医理论中啊 它是指人体的一种能量 就是能量型的,显得为物质型的 它主要包括元气,宗气,营气,胃气 所以说啊,当这个气在体内运行不畅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个负胀啊,难受啊,爱气啊 凶闷啊,等等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气顺,你的身体才舒服 这个叫逆气或者胀气 它是需要排除的肺气 这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呢,在桥里负胀,难受,爱气,反酸这个问题啊 最关键就是理气和顺气了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不合顺的气让它顺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职能 说完这个理气和顺气呢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两个中程药 一个呢,这叫消耀丸 这个药呢,其实很常见啊 现在呢,也都听说过了 因为它能缓解压力 但是呢,我们看我们所谓的消耀丸是怎么样顺气理气的 首先来,我们看它主要的成分 柴胡啊,白勺啊,白竹啊,茯苓啊,薄荷啊,生姜啊,等等这些药物 其实这些药物结合起来呢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输肝解育,健脾和胃 通过这种情况呢,来达到理气顺气的功效 但是它的那个理气排气的功效呢,力量不够 因此呢,我们还要搭配上四磨汤来增强它的理气排气功能 我们知道四磨汤呢,是一个理气非常有力量的这个药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这个闷气 就是肺气,不顺的气 从而呢,消除浮胀啊,爱气等问题 我们这个消耀丸呢,它主要就是通过输肝 进而达到调理浮胀的 那当这个肝的输血出现问题时呢 它会影响到脾胃的消化功能,进而导致浮胀 那么消耀丸,它是如何来输肝的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你看这消耀丸当中的柴胡 柴胡呢,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树肝解育的功能 它呢,能够促进肝的恢复 就是肝脏的输血气机过程中出现了功能障碍 这个消耀丸里面的柴胡呢 能够使你这个肝呢更调打 因为中医讲肝系调打 同时呢,这个白勺、白煮、芙苓啊 它结合起来啊,就有这个健脾和胃的功能 同样的能增强肠道的这个蠱动功能 肠道的功能强大了 你就可以促进这个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你再加上这个四磨汤,四磨汤呢 本身它就有一个行气降腻,宽胸散结啊 你想一下,该顺的气顺的 原来不顺的气顺的 肺气呢,通过四磨汤排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有效的把你体内多余的肺气给排出 从而呢,是你原来不顺的气呢 能够更理顺 这就是这两个药的功效 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常常这样用 当然我们说了,涉及到这个辩证用药 就建议在试用前呢 最好咨询一下医生 你至少要看一看,你是不是因为肝气不输 引起了这个负责,对不对?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一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